一大塊蓬鬆柔軟的古早味蛋糕 在烤箱裡烘烤 出爐以後 滿滿的香氣瞬間飄散在整個廚房 這裡是高雄男子厚昌新路 短短一個多小時 這間古早味蛋糕 已經來了五六族客人 不只路過的客人 被香味和看起來 就很可口的外型吸引 也有早早就預定的回頭客 一買就是三條起跳 今天來買咖啡 巧克力 跟那個南瓜乳酪 對 應該五六次有了 因為小朋友很喜歡吃 當下午點心或是早餐 好吃的地方就是 它不會甜 甜膩這樣子 然後吃起來的 那個蛋糕體的口感也滿濕潤的 它也不會甜到讓小朋友說 怎麼這麼甜 然後吃不下這樣子 老闆員先和媽媽一起經營 現在完全是一人作業模式 在廚房來回奔忙 融合麵團 加入材料 都要抓緊時間空檔 以確保蛋糕可以新鮮出爐 最近特別來買比較多 加現場也是都有 只是我們族群都是吸引老客人比較多 就是比較有年紀的啦 我們蛋糕沒有很甜 比一般補早味不甜一點 他們是都這樣講啦 我們自己也有減堂過 減堂後的蛋糕清爽無負擔 加上創意更加吸睛 看到這款南瓜乳肉口味 將新鮮南瓜加入麵團 在蛋糕裡還吃得到一點南瓜肉 灑上南瓜籽和白芝麻的表皮 增加口感的豐富性 另外老闆也私心推薦咖啡口味 雖然外型並不如其他口味搶眼 但蛋糕體包含著咖啡香氣 和畫龍點睛的巧克力醬 冰過以後再開動 入口後濕潤滑順 比例完美造就的吸制口感 成為開業八年的秘密武器 記得周福慶李凡飛高雄報導